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段时间在东方卫视我们的歌节目中 前辈歌手选择新生歌手的环节里 肖战唱了《满足这首歌》来参赛 她说这首歌是我自己的歌 对于我来说有着重大的意义 重新回到这个音乐初心的舞台上 我想分享给大家 这首歌对于小飞侠来说也是意义非凡的 堪称虾圈的史诗级别 她一如既往温暖的笑 晃失着直到这首歌来历的老粉们的眼 2019年《八杀慈善业》的舞台上 肖战也唱了《满足送给粉丝们》 这是她第一首单曲 是小飞侠们和她携手 逛进一起打下来的 那天是这首单曲MV的《一周最的生日》 她第一次唱这首歌给小飞侠 是2018年10月4号的杭州演唱会 第二次唱是S9深圳演唱会 音乐对我来说其实是对舞台的初心 我不要给自己留遗憾 有几个人能够像她一样 能放弃舒适踏实的生活 来到一个完全全然陌生的领域 就为了一个初心呢 她转行之前已经是重庆小有名气的设计师了 阿文的前途放眼可望 无需焦躁 可她偏偏大胆放弃 选择重新铺牌 还带着点婴儿肥的肖战 来到了燃烧吧少年 那时候的她笑起来腼腆羞涩 不似如今气场全开 我是一名普通的平面设计师 我八岁开始学习画画 手中的画笔给我带来了工作的成就感 但是心中藏着一个放不下的梦想 那就是唱歌 今天我想在时放下画笔 为了这个放不下的梦想去试一试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或者几个梦想吧 唯一的说法就是初心 我小时候最想做的几件事情是什么呢 警察 画家 作家 诗人 这几个是当时都喜欢的 即使是现在也喜欢 但是一个也没有做到 现在反而做起了设计师 更没想到的是 还要成天在功力上上窜 下跳 回想起在小的时候的想象中 长大后温柔大方 群居飞扬的自己简直是战爆的梦想 羞愧眼面顿走 看过肖战的采访 惊讶于他不符合年龄的锐智 智慧 振动于他对这个事件敏感的爱意和包容 后来了解的更多了之后 防止他赤子之心 磊落风骨 眼神是不会骗人的 他干净 不止一个人这么评价他 我一个以毒蛇出名的同事 在看到肖战的海报之后 他说 这个男孩很难得 简单 纯粹 秀气又不娘 旁边一大堆的人大跌眼镜 因为从来没有人见他 对哪一个人有过这么高的评价 像是一个懵懂的孩子 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渴望 他不懂得计量得失 或者是不介意得失的走出来 对看到的这一切都露出了欣喜的笑意 张开自己能做到的 至高 至有 至减的怀抱 而他的勇猛 不是无知无畏的勇猛 他有主见 有原则 有骨子里的善 有心里的暖 他有一怀 热血 换你的真心 换不换 春晚的时候 刘伟老师说 肖战就是他们团队的主心骨 大家排练有焦躁的时候 他会马上的站出来安抚别人 战报想起他的粉丝小飞象 经常在粉丝的微博下留言说 哥哥 我做的对不对 哥哥 我该怎么办 现在的小飞侠已经成长了 去年还是很依赖他的模样 以至于一些黑粉嘲笑小飞侠的时候会说 一群飞侠 遇到事情只会哭着喊哥哥怎么办 听起来有点搞笑 但是肖战像是个定海神针的观念 已经不知不觉的深入人心了 经过观察 认为也是这样的 他平时很少说话 默默的做着事情 但一旦有突发情况 他就会马上的调动起全副心神 想你所想 给你妥贴的安抚和鼓励 也许是他的教养使然 也许是天心善良 他总是愿意把自己的情绪放下 先去帮助和安慰别人 给人以正能量 一次两次可以是装出来的 但无数次生活里的小细节 就是习惯使然了 网上有很多 他给身边的人打散的照片 而他自己淋着雨 他用手挡着车门 防止别人撞到头 他的善良 就像自然而然的条件反射 从来都不会作秀 他的努力也是 我们能看到冰山一角 已经让人瞠目结舌 而背后的自律和自省呢 我觉得努力对我来说 不是一个标签 它就是很平常化的一件事情 是我每天都要做的一件事情 当年在燃烧吧少年 李宇春是萧珊的评委 但现在他和他曾经的导师 正在同一个平台上领奖 曾经纳英老师是他妈妈的偶像 如今他和妈妈的偶像同台演出 曾经他的偶像是孙燕姿 他和每一个追星的我们一样 在偶像的微博下蹲手 为了偶像去怼粉 如今他可以和偶像一起唱歌 然后晒出一张有偶像的合照 足够的热爱和勇气 加上足够的努力 他终于走到了我们的面前 即使鲜花 灼锦般的荣誉包围 他还是当年那个第一次站在舞台上的少年 他笑着说 大家好 我依然是肖战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分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的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